这一次行动我们必须要一击成功 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了 十足地准备 耐心地等候 就像你们刚刚这种急躁的态度 只能破坏所有的行动 还有 以后谁再破坏纪律的话 就一律开除 有意见的举手 我 举手 我 我想说下面怎么办呀 那是下一个议题 接下来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要考虑 我要了解 晚上再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地道 大家对这地道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吧 黄大明白是发痕的 他 他了解地道 说 说说 没有 对 现在必须得有 这是我们一击成功的最佳方案 这当然 这可不太现实啊 地道已经被掩埋了 挖通的话需要工兵连啊 对啊 对啊 看来你们对地道没有更深的了解 也从来没有思考过 一线是处于平原 在那儿的大户人家都是把东西藏在地道里 城内通往城外 有上百条地道 上百条 我 我想起来了 地道 地道是通的 对啊 通的 对啊 只要我们在宪兵队附近找到一点 那就有可能 都醒过门来了 来吧 看看县城的地道图 这是我们要走的地道 在城内会跟五条地道来相会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在这个上面 想出更多的办法 指导员 感情这一事就你一人在办实事 我鼓大力服了 服了 小慧姐 对不起啊 听命令 王盛民 有 由你来负责打通地道 是 其余的人 去世江王家 是 所有的心法 你都没了 你他娘的还有什么招 都跟老子使出来吗 看来你的皮肉 是筋得住折磨 但是 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也这么抗击的 你 你可以试试 那我们就试试 我已经在全城 张提了告示 明天中午在县城公开打折瓶你 我想 你的手下 不会坐视不惯 你放心吧 我的人 绝不会自投了谎的 你们很讲义气 讲义气就一定会来 我会统统地把他们抓住 带到这个地狱 在你面前 让他们受尽咒 一个一个痛苦的子军 那就是一幅多么美丽残酷的情形 你欲心何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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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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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要枪毙乔记山 没错 今天一大早 满城贴的都是告示 还有传单 看这意思 日本人已经拿到麒麟铁了 我看未必 如果他们真的拿到了麒麟铁 还有必要满世界嚷嚷要枪毙乔记山吗 我看 他们是请君入温 请谁入什么 请 有时间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我再睡一会儿 先生 谁他妈的 太君 您怎么来了 这手下送来的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需要你当一次说客 说服乔记山 是 太君 您觉得 我的话 乔记山他能听吗 他当然不会听了 但是 他会听张晓慧的 我得明白 明白 来 慢点 慢点 就是那个童用心那个 来 出来唱唱戏 真新鲜 在里面都快憋死我了 大力 你去门口看着点 我有几句话想跟亮亮说一说 又要批评我 我 不是批评你 就是跟你聊几句 坐着 我想跟你说一说 季山的事 你还敢来见我 你还敢来见我 没办法 我始终是慈悲为怀 我是来救孩子的 季山哪 你这又是玩了什么把戏 不信我 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 今天刚一进门 我差点被蒙面人给结了 那是你作孽太多 家里藏着抢来的金银财宝太多 时间点 我没工夫跟你斗走 但是我告诉你 来的人 可是为了你 为了我 是谁 我一说你就知道 其中有两个人 是你的 一个叫张晓慧 一个叫薛亮 还蒙着面真是多言 他们就是烧成了花 我都能看出来 你是说张晓慧和薛亮亮大白天地闯到你们家里去 对 他们抓住你还没有杀你 对 骗谁呢 我没骗你 我也知道你不信 看看 他们是为这个来的 张晓慧给我做了半天的工作 一直宣传八路的政策 他让我到那一天留个坑子 他们叫结果成 这不是不要命吗 对啊 你说得太对了 他们就是不要命 这不是找死吗 我真奇怪 我们的人找死 你应该高兴了 你 你着什么棋啊 行 到了这节骨眼你还不信任我 我实话告诉你 我在日本人呢 根本就不是他们信的人 他们也就把我当个陪葬的 你是不知道 他们前脚走 日本人后脚就到了 而且告诉我 一定按照张晓慧说的办 你想想 一旦到了那一天 他们把小钢炮支起来那么一招火 那可是玉石俱焚 不可能 他们不会那么杀 乔介绍 我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多情女子 负心汉 唉想想两个女孩真可怜 冒着生命的危险 愣往我家里闯为了救你 可如果他们知道要救的人 居然是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东西 他们得伤心死 说你实在话 说你实在话 我看出那两女孩的心啊 对你 真是一片真情 金山 听我一句句 是 绝情未必 真丈夫 我们打小一块长大 从来没有分开过 不过我也没指望她娶我 我就想好了 就算她将来娶了你 我一样给她当跟班 伺候你呀 越说越没个样子了你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伺候你俩一辈子 对了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俩要实在看不下去的话 你笑什么 可笑吗 你是不懂我们俩的情分的 小猫小狗羊几年都不舍得 更够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 她翻个白眼我就知道 她动什么心思 打个宝盆我就知道 她肚子里装了几碗米饭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她要是知道我们明天的事 一定是在担心我们 梁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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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这些年经历了不少事 我这心里最放不下的 就是这俩女孩 他们两个人的亲爹临走的时候 把他们两个人都托付给了我 亏你还在 可你现在呢 却不能保护他 方而让两个姑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你 我真弄不明白 你在他们面前 你还算个男人 这俩女孩的亲爹都死在你的手里 我真是想替他们报仇亲手杀了你 我恨我自己 也恨你 恨我可以 恨你自己就没必要了 我现在倒是想 哎 你如果真是个男人 就拿出点男人的气 投点本钱 把两个姑娘给保护起来 你想想 人家当年的古三桂 卫武称管一路 卫红颜 你就是个罕见 你说来说去 你还是拿罕见说事 好 时间紧我没工夫跟你斗闷子了 我可告诉你 现在两个姑娘可站在火坑的边上 你是看着他们往先跳 你还是伸手把他们救上来 他们的命可都在你手里 你给我个痛快话 老子今天就给你一句痛快话 你听清楚了 说 张晓慧和薛亮亮是我的战友 他们来救我 如果成功了那叫胜利 如果失败了可以再来 如果说光荣了 那叫牺牲 老子该说的都说了 别在这儿磨磨叽叽的 滚 瞧紧神 你等着 是 瞧紧神 你有破坏的时候 小慧姐 明天那法场我去解 是 我在会上说了那么多 你都没有明白是吗 这是小鬼子给我们挖的坑 等着我们去跳呢 小慧姐 谁都不傻 可这坑了要是不跳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你能不能让你见到吗 你能够吗 你能够估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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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够估计分子 你能够估计分子 他爱我 我也爱他 我知道 稷山哥喜欢你 我瞒你说 从你们救赏我的那天起 我才发现稷山对于我有多重要 我也是从那天起才渐渐地明白 什么是幸福 我之前也有跟稷山说过 我说我们要早一点 把日本鬼子给他赶出去 这样就有了太平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在团里一起作战 一起来面对生活 这些天其实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我其实跟你们一样 我真的好想赶紧去罚场 把他给救回来 可是我的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 这几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 我每天半夜醒过来 我都会想起他 可是到了天亮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自己 我要冷静 我还是一名指导员 我还要带着一批人去战斗 所以我只能把我这种思念 压在心里 我说这些你能明白吗 嗯 亮亮 我们是八路军 就要守八路军的规矩 当你明白了这些规矩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很多的事情 你会知道金山是怎么想的 他希望的是什么 他想什么 他在想我们 他在看着我们 他希望我们能够 理智地去面对问题 能够破解出哪一些是敌人的阴谋 正确地来对待事情 我们都爱他 所以不能让他失望 所以不能让他失望 他瞧起山就是茅房的石头 他们又臭又硬 他 既然劝想无效 你就费心地想一想 怎么样才能确保 乔济山的手下来结心场 这对我很重要 哎 鹰木将军看着 我不能白白地演这场戏 我得明白 随便还是他们的 随便是 会没关系 我去哪里 我来 回头 你觉得快速 只能够 我去哪里 是 一次 授个小子 我很钦佩你 要是你们中国人都像你一样 我们皇军的胜战也不会如此的顺利 龙上九州 个个不同 我相信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跟我一样 这是一个衰败的国家 当于亡国英雄毫无意义 我们大日本帝国很看重你这样的在军 你就是派我的马屁 你这话老子也不爱听 谁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衰败的民族 现在长生吗 我们大日本帝国已经占据了你们半壁江山 你们这些残兵白家还有什么可吹嘘的 那我今天得好好地给你上上课 从古至今 中华民族每一次到了危机的关头 他都会像凤凰涅槃一样地得到重生 得到忠心 我的祖国 是一个有着极其顽强声明力的国家 小日本就不一样了 这仗打得 已经让日本国山穷水尽 要不然你怎么会来盯住我的旗帝 你无非是享用西陵来扩充你们的军飞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即使你杀了我 杀了我们 你也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要是我拿着枪对着你心爱的女人 亲密的朋友 你还会这么放肆吗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会特别地难过 可是不管怎样 你都不会告诉你欺凌铁的下落 你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你的朋友会鄙视你抛弃你 在我们中国 有一句古话 大丈夫舍小翼而取大翼 我的朋友们都是抗日战士 他们一定会更加地理解我 尊重我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 你都崇拜一个一个死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龟太郡 让他投入地牢 让他当他的英雄 是 相贵的 客官 二两白干 好嘞 二两白干 一份驴肉 马上来 我应该不够了 我应该不够了 你应该不够了 你应该不够了 有什么新的情况 没什么东西 如果正要枪毙人 火防头一天会接到单子 一是作断刑犯 二是取消送饭名额 这会儿都没有 那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杀 乔记山的具体行动 不过人已关入地牢 跟我们估计的基本论 那你先走吧 有什么新的情况 咱们随时联系 我来 谢谢 他们今天没有杀 小学生的打算 真的 有这消息我就放心了 再休息一会儿吧 重 重大发现 通 通 通往县兵队的地道找到了 自可惜啊 丧道 被亲生伴给封了 咱们进入书 我 我 我 什么 那个御厨是奸细 就是他 向外边送的情报 我杀了他 我杀了他 太阮 您先别急 您不是怕拔路不来结星场吗 所以我建议 您做个假象 让他们再往外送一条假情报 那咱们的目的 不就达到了吗 秦瑟 你离了一大功吧 谢黄警夸奖 为什么夸警的信号 发生什么事了 情况不妙 单子突然下来了 真要强让萧继扇 我马上赶回朱棣 通知团长 明天咱们就准备行动 等等 敌人肯定现在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绝对不能现在去县城 这样的话会伤亡非常大 必须要另外想办法 还想什么办法呀 地道 你赶紧去通知武功队的人 快去 好 我刚刚接到轻包 日本人 有可能会枪笔乔机身 你不是说不会吗 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依靠这个地道了 我要布置一下下面的任务 罗夫棍 有 马上撤回朱棣 什么 你是团里唯一留过洋的人 会说日本话 还会开汽车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来在战场上 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今天我们这突击队 行动如果失利了的话 重建的任务 就由你来承担 也对 也对 也算是给我们一团 有个根 子导员 你把我罗夫怪当什么 罗夫 逃兵 怕死鬼 能参加突击队的 就没有怕死鬼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这是一团的规矩 也是为了能够让你更好地发挥你自己 请你服从命令 这个命令 我不服从 福官 这统员说得对 咱得留个宠啊 你走吧 我不走 谁给你走 谁走 你走吧 我给哥求你了 你走吧 你算是给我们大家留个念想 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呸呸呸 福官 别 别听这丫头瞎说啊 哥儿得跟命 命硬着呢 你 你 你先回去 给我们问好酒 等我们 就是 福官 咱每次 不都是逢凶化吉吗 放心吧 走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都不把我当兄弟 罗夫官 你还是不是八路军战士 是八路军战士 就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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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任务吧 大力 顺明 带上炸药 勘查一下出口的位置 薛亮亮 侦查一下 相冰队的周围状况 两个小时后 大家在这集合 是 走 我一直都在跟你们强调纪律 可是今天我要说 巴勒军也有义气 能和你们一块儿战斗 是我张晓慧永远的奖号 报告 你怎么来了 我也要非常骄傲 你 不服从命令 我只服从我内心的命令 救兄弟 救童子 入列 是 都准备好了吗 好 出发 是 图头线 准备 防弹 防弹 再 Fanshan 就是 我们有ig 里面倒退 这个可以任何人 你 哪里打爆 可能是八路军的逐利部队 八路要攻打谁成万 几天 吉尚科 吉尚 吉尚科 吉尚 你醒醒啊 吉尚科 吉尚科 撤 出来 女人 衣服准备好了 好 好 快 快走 快快快 带领第一第二小队 全程搜捕 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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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我没有落在这个人的手里 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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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笑了 你让他歇会 别笑了 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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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 全城总部 挖地三尺 也要把他抓住 追 季山 季山你醒一醒 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快请快请 来 各位 这就是县层里面 最有名的范大夫 范大夫快快 我快快瞅瞅 瞅瞅 准备后事吧 老头 老头 我说什么 说句实话就老头了 大夫 大夫 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小姑娘一般见死 你跟我们好好说说 他到底怎么样了 不知道受了什么折磨 寻常人也爱不到这会儿 晚了 淤毒作孙了 你们看 他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以老朽之鉴 恐怕他是回不来了 大夫 大夫 大夫你可一定要求求他 他可是抗日的大英雄 快求承 求承 救不了啊 大夫 您看 既然你已经来了 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对啊 您得开个方子吧 开也白搭 还是免了吧 老头 治不了病 救不了命 还这么多废话 你别这样走了 大力 你干什么呢 这些是你心肝的老头 我怕把他放了 他要鬼子从无冒进咋办 小伙子 救不了英雄 我脸上也烧了 你就别扎扎了 小老儿没有本事打鬼子 和我分得清黑白 知道个对错 变得名相处 不让我走 我就多待会儿 不过 我给你们指他名道 还是找西医 试试吧 傅哥 送老爷子出去 谢谢大夫 好 大夫 请 我 重重包围之下 你让乔治山跑了 到手的麒麟铁飞了 你如何向天皇陛下交代 自财谢罪吧 好 当然 不要 怎么着呢 盈牟将军 我替锦商军求个情 锦商军对于义县的情况 非常的熟悉 请让他戴罪立功吧 那心里三天 抓住乔西山 查出麒麟铁的下落 否则严惩不戴 派 三天以内抓住乔西山 谈何容易 我就是要逼他 中国有句俗话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青青的风 蓝蓝的天 太阳藏在云里面 红红的花 而开的眼 谁人把它曾红颜 忧伤的心 哭红的眼 人生离别总难免 人生离别总难免 心伤的人 在心间 天涯海角 涌花茧 我是风筝 你视线 你视线 显得那套 把我牵 无论我飞得 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总会回到 你的身边 总会回到 你的身边 无论我飞得 我飞得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总会回到 你的身边 无论我飞得 无论我飞得 多高多远 总会回到 你的眼前 你的眼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